好,這一題 有士兵若干人 排成一個十星的長方形方陣 會多出六個人 再來,如果縱橫各增加兩排 那他們進去排會不足二十六個人 以致縱排比橫排多兩個人 那這個叫做原來的 原來的縱比橫多二 那我就可以假設原來的橫排 我們先假設原來的橫排 叫做X個人 那原來的縱排 叫做X加2 好,我做了一點調整 原來的橫排叫做X 那縱排叫做X加2 所以這裡排了X個人 這裡排了X加2個人 所以這裡全部會有幾個人 黃色的區塊全部會有幾個人呢 所以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們把X乘上X加2 那這是全部人的嗎 他自己旁邊有講說 排完之後還會有六個人 所以再加上6 這個才代表全部的人數 OK,再來第二個狀況 他說如果縱排和橫排各增加兩排 也就是我的縱排更正 我的橫排變成了X加2 我的縱排變成X加2再加2加4 這裡乘起來叫做總人數 可是人沒這麼多 他說不足26個人 所以我再減26 這才會叫做總人數 左邊這是總人數 右邊也是總人數 那當然就可以把它寫相等 再來開始解 怎麼解呢 X乘進去叫做X的二次 叫做X平方 再加上兩倍的X 再加上6 等於 好,這個怎麼乘 這個就這樣X乘X X的平方 X乘4 4個X 再來換2 2乘X叫做2X 再加8 減26 好,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X跟平方 跟X平方 約掉 那左邊會剩下2X加6等於 右邊呢 叫做6X減掉18 好,8減26嘛 所以往左丟更正 X往右丟 4X 減18往左丟叫做24 得到X叫做6 好 最後 他問的叫做士兵有多少人 我就知道原來的橫排有6人 原來的重排有8人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6乘以8 別忘記 有6個人還排在外面 所以再把6個人加進來 又把48加6等於54 好,這是第123題 0X2 1 4 4 中文字幕——YK